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讨论人生的难得可贵 人生是那么的宝贵 望眼放缺 有些人得到这个人生 但是六根不具足 乃至于出生的时候就弱智 或者是病苦一堆 那这些虽得为人 但是没有听经文法的机会 也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不但保有人身 我们还要遇到正法 遇到正法 知道怎么修行 怎么累积福报 怎么解脱轮回 怎么帮助众生 这个才是个重点 所以人生难得 六道众生 以人为根本 所以得到这个人生 应当要好好地休息 为什么 因为无偿迅速 为什么要好好休息 因为明天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后天会如何不了解 所以你修行 那你要先思维 做人 我们有八种殊胜 哪八种殊胜 我们也来一一的来讨论 第一个殊胜 聪明孤 人有聪明 不会为了痛苦的事情 一再的发生 前面有石头 你被石头绊倒 那你明天还会被石头绊倒吗 不会 这个铁是热的 你去碰它你会受伤 你还敢去碰它吗 会去思考 所以这个叫做知识 人知道怎么过好的生活 人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 人也会去想 我现在苦一点 多赚一点钱 30岁我家买房子了 他有他的规划 畜生到没在规划 有一个科学家 他就做一个实验 猩猩是畜生到最聪明的黑猩猩 他懂得黑猩猩的语言 他跟黑猩猩说 你要什么 告诉我我可以满你的愿 黑猩猩说 你给我一个地方 让我吃不用烦恼 让我住不用烦恼 又有个家庭就好了 就这样子而已 你看黑猩猩 他是出生到最聪明的 他想到的是这些 人到想到就不是这些 想到他的小孩 想到未来 想到以后 想到来世 所以人聪明 第二个 人殊胜 为圣姑 为圣姑代表六道当中 人道最为殊胜 人道是个驱扭 是个踏板 是个向上提升的关键 向下沉沦的 最主要的 所以不修行 那就往下走 往下走代表下楼梯 你要下两个楼梯 那你修行往上走 这个一楼 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 第二层楼你好好修行 第二层楼代表四天王天 第三层楼代表道立天 第四层代表月摩天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修行越来越好 不能够越来越不好 所以为圣姑 为圣姑代表修行 第三个殊胜 意 为细姑 人可以思考很维系的东西 你看手机 对不对 手机厉不厉害 电脑厉不厉害 手机 出生到做得出来吗 做不出来吗 飞机那么厉害 人的心思可以思考到最维系 可以举一反三 不容易啊 第四个书生 正觉姑 人如果一直受苦 他就会思考了 你长那么高我长那么矮 你有钱我没钱 你长得漂亮我长那么丑 所以我们 人受苦会去思考 那思考 他就有进步的空间啊 所以得人生 学佛法 就一直改造自己 一直改造啊 有轮回 这辈子150公分 下辈子160 这辈子贫穷 下辈子富有 越来越向上提升了 第五个 智慧增上 这边讲的智慧增上 是了解 人有生灭 身体会生老病死 外在会沉住坏空 痛苦过去 快乐也会过去 了解 苦空无常无我 身体有什么痛苦 刚刚讲了 生老病死 身体有什么痛苦 败坏的痛苦 身体的痛苦 心理的痛苦 业力讨报的痛苦 轮回六道的痛苦 那你想到这些 你会去想 我赚这么多钱要干嘛 也要死 房子那么多钱要如何 也不是我的 所以万般带不去 只有夜水深 智慧增上 你会想要追求解脱 脱离轮回 这个是做人 才做得到的 第六个 能别虚实辜 这个世间 是痛苦的 佛陀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有三个假象 第一个假象 事因成假 什么叫做事因成假 因缘合合而产生的假象 身体 地水火锋组成 众生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 而受苦了 我的房子 我的车子 我的家庭 我的小孩 什么都是我 因为我而痛苦 为什么不是我 人会死 所以什么都不是 人只有在这个世间有使用权 没有永久权的 虚妄分别 就痛苦 所以第一个是事因成假 第二个假象是对待假 对待假 善恶好坏 男人女人黑暗 光明痛苦快乐 对待的 有好人就有坏人 有善人就有恶的 所以修行要超越这些 意识分别 假象 第三个假 相续假 什么叫做相续假 爸爸妈妈结婚 所以我也要结婚 大家吃肉我也要吃肉 我不能够跟别人一样 全家吃肉我吃素 我要吃肉 全家都在打麻将 我也要打麻将 不会去了解 就像我们常常在这个公庙 看到的一样 公庙有这个习俗 庆典到了就要杀生 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对杀生的人不好 对吃肉的人不好 那对这个神明生日也不好 让这个神明福报 要衰减 福报没了就堕落了 所以要有这个分辨 好坏善恶的能力 所以人可以分别 可以分别 其他众生没办法分别 太痛苦没办法分别 太快乐没办法分别 第七个 圣道正弃固 这个世间有 善道 正道跟圣道 善道就是修学福报 人可以累积福报 那你又了解福报是暂时的 福报是这个世间可以享用的 进一步的提升 福报就是生死 就是有肉 有福报还是要轮回 还是要生老病死 所以进一步的提升正道 正道代表了解 一切苦空无常无我 了解轮回的痛苦 了解轮回怎么样产生的 那你就会 不要来轮回 脱离生老病死 那你要怎么办才可以脱离轮回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从慈戒开始 不杀生 长寿健康 不偷盗 拥有一切 修学犯恨 莲花化身 投身净土 不妄于不喝酒 不两舌 不祈雨 讲话有力量 有威得力 有影响力 不喝酒 永远的智慧高 刚刚讲到 第七个 圣道正气固 这个人 是个福田 正道怎么修行 怎么解脱生死 怎么累积福报 善道累积福报 正道解脱生死 圣道圣人的圣 了解轮回痛苦 我要解脱 我要带着父母 也不要让他 有生老病死的痛苦 我的家人也一样 那你慢慢了解 众生结果父母 已经看得到的 蚂蚁有佛性 蟑螂也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 学佛就是要帮助众生 就是要慈悲 磨腹一切 所以为蚂蚁做三归一 所以为地狱到敲钟 为恶鬼到洒干入水 为出生到放生 所以你就过得很有意义 那你的生活品质 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殊胜 所以第八个 充慧业所生故 有聪明 那你又有智慧 那你又懂得修行 这个是其他 武道众生所没有的 所以虽然生了为人 但是如果你有这些 知道怎么修行 才不枉为人 那这边讲两个故事 常常常都会听老一辈的人说 做情心无聊事 意思是说 剁落出生道 是很苦的 然后让他早一点 谢谢你 谢谢你